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跟进最新的国际形势 有两宗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立陶宛坚持以价值观为依据的外交政策 不单只在2月时已经宣布要退出和中国的17加1合作 而且最近还提案修改法例 准备要向台湾派驻一名商务代表 被外界形容这个举措是气中有台 第二宗消息 在印度发行量排第三位的《印度时报》 昨天出了一篇社论 他们鼓励印度政府要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和友好 这篇社论令到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 感到相当不满 甚至乎是出声来反对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到底人口300万都不到的欧洲小国 如何坚持推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在今年2月的时候 立陶宛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已经批准了 立陶宛可以退出和中国的17加1合作 什么是17加1合作呢 17就是说17个中欧和东欧的国家 1就是说中国 现在立陶宛退出了就有可能要改名做16加1了 这17加1合作有外交形容为一带一路的延伸 本来立陶宛说不想和中国合作也好 其实他也犯不着要退出17加1合作 最多中国提出什么建议的时候 立陶宛不展示他就可以了 但立陶宛主动拒绝继续和中国接触 退出了中国牵头组织 明明是不给中国面子了 而且近来还要修改法例 准备要向台湾派遣一名商务代表 加强和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 并且会在今年内在台湾设立办事处 外界形容立陶宛这一连串的行为 就是戏中有台的表现 其实立陶宛的新政府在去年10月才刚刚上台 他们一直坚持要推动以价值观为依据的外交政策 新的执政联盟曾经说过 必须要支持为自由而奋斗的台湾人民 而在今年1月 立陶宛政府基于安全疑虑 已经禁用了一家中国公司所制造的机场安全监控设备 而在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台湾也曾经向立陶宛捐赠过六位数字的口罩 当时很多立陶宛的国会议员在收到台湾的口罩以后 举起了清天白日满地红旗来拍照 当然这些举草就是会挑动到大陆的神经 立陶宛现在开宗明义 就说外交政策是要以价值观为依据 其实就会令到这个国家是很难给一些大国用钱来收买得到 因为很多国家其实都是以经贸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 其实这东西都是无可厚非可以理解的 但偏偏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国家不吃这一套 就是要将核心价值放在金钱利益之上 就是要屏气以经贸利益来主导外交政策 这些国家连钱都不抠 其实它真的大了 因为你很难用钱来收买得到它 它就是强调这个核心价值 它就是要强调哪些国家跟它真的志同道合 它才会跟它合作 我们往往就会看到 其实有很多小国他们在对着中国的时候 说话比起很多大国环要是大声的 不单只是立陶宛 比如说白楼 它整个国家都是只有几万人 但是白楼总统卫庶人的对华态度 比起很多大国都还要强硬 立陶宛有什么因素 促使到它是可以这么大声这么强硬呢 第一就是它们刚刚才获得了主流民意的授权 它们在去年的大选才刚刚赢出了 而且民意亦授权它们说要推动以价值观为依据的外交政策 所以它们不单只是执政那些人要对台湾友善 民意亦授权它们要这样做 所以它们也一定要是这样做的 如果它们不是这样做反而就跟主流民意背弃了 另一个因素就是 这些小国就是跟中国的经贸利益关系 瓜葛不是太深的 比如说有些国家 德国的肥婆常常顾及着汽车制造业的经贸利益 她又要瞻前顾后 又要投鼠忌器 她怎能够说话说得这么大声呢 因为一影响到经贸利益的时候 就会牵一发动全身 整个汽车制造业的产业链也会影响 工人的就业崗位也会被影响 再加上 就是你那个哄越踩越深的时候 你就更加难来抽身 当你的经贸利益 是过度的依赖单一国家 更加你不用指意说说话说得有多大声 但偏偏这些小国 跟中国的瓜葛都不是很深的 他要抽身离去的时候 当然就可以是瀟灑很多 德国之星昨天有一篇评论文章说 就说立陶宛 立陶宛现在的行动意在激怒中国 如果中国决定要在贸易领域上 惩罚立陶宛 立陶宛的出口商 就可能会转向一些新市场 到底新市场在哪里呢 很可能就是台湾 到底立陶宛 是有什么因素 是促使到他在过去来说经常都是挑战一些 所谓的威权政体 其实就是历史因素而促成 因为立陶宛在二战之后 就是被吞聘了 去到 苏联解体以后才恢复独立 所以 立陶宛在过去这二十多年以来 一直都是 所谓挺污反俄 是有为乌克兰的军人提供培训 和医疗服务 所以立陶宛就已经是有着一段 都相当长时间对抗威权政体的历史 而立陶宛外交部长林克维优 又透露过 中国是试图 透过施压立陶宛的企业 去阻止立陶宛 和台湾接近 他在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 还批评 说17加1合作机制 那个好处是不符合期望的 甚至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导致欧盟容易被分化 他就认为 应对中国的最好办法 就是欧盟27个成员国要团结一致 当然他就看得出 到底17加1 那个弊端在哪 至于其他国家 是不是全部都看不到这件事 我相信 绝对不会 只不过在那些国家的眼中 他们有其他 其他的利益 是可以蓋过了这个弊端 他们就可以 只眼开只眼闭 假扮看不到 现在立陶宛这一下的政治操作 当然 已经令到他们超越了作为一个小国的政治影响力 有分析认为 立陶宛同时也是向美国发放的一个讯号 就是他们已经在欧洲树立了一个榜样 就是跟北京要保持距离 跟台湾要加强接触 在欧洲已经树立了一个榜样 到底拜登政府又会有什么表示呢 他口口声声就说要所谓联欧抗中 现在有一个国家 他主动来做了这个 而且这是正式官方的立场 就不跟捷克 因为捷克的所谓跟台湾友好 其实也是参议院以掌为特齐 他的政党的取态 不是官方的立场 现在立陶宛是官方来搞这些事情 他搞了这些事情 到底拜登会有什么回应呢 或认为撞拢 扮盲看不到 如果拜登完全没有表示 就会使得他说过的说话的可信性 是打了折扣 接着我们就讲讲第二单的消息 就是印度的媒体 第三大报纸 叫做印度时报 昨天发表了一篇社论 他们的标题就是 新德里和台北的合作 既是互惠互利 亦都是向中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内文就说 印度是不应该过度担心 中国对台湾的政治主张 毕竟台湾是一个 拥有2300万人 朝气蓬勃的地方 而且是珍视多党民主体制 还是亚洲经济体 和半导体领域的 世界领导者 随着中国在全世界影响力增强 印度就需要更好了解中国 而台湾就最了解对岸 故此印度和台湾的合作 具有战略意义 这篇社论还提到 既然北京不尊重一个印度政策 印度也没理由对中国的领土主张 过度敏感 他们讲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 当然会触碰到大陆的神经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们批评 有印度媒体公然违背一中原则 和印度官方立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并且重申 台湾问题是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坚决反对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与台湾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台湾问题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不容妥协 当然 这份声明的措辞 就很强硬 但是印度 究竟惯不惯你 尤其是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的最厉害 那段时间 印度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也走去 说要罢买中国货 亦令到中国的智能手机 在当地的市场份额真的下跌了 当中国市管的反应那么激烈的时候 又会不会引起印度民众的反弹呢 还有 本身印度总理莫迪 他根本上都是想看着中国来吃 不断叫走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猛禁来挖角 而且又在印度国内封禁了那么多中国的手机apps 官方的态度也不是那么友善 如果这个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有空 连印度媒体的社论都去批评一番的时候 我想这家大使馆真是很不空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